201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授予了在引力波探测上 做出贡献的三位科学家 那么什么是引力波 来狗与引力波又有什么关系呢 带你从古到今 上天掳地 我就是徒劳君 物体的振动可以产生波 阴差振动发出声波 电子振动产生电磁波 星体这样大质量的物体的振动 就能产生引力波 既然是引力波 那岂不是什么物体振动都能发出引力波 对 一只青蛙上下跳动也能产生引力波 但是这样的引力波实在是太小了 以至于完全无法被观测 这比在人声鼎沸的婚礼现场 听到一双筷子跳到C上的声音 还要难上千倍 所以需要观察质量足够大的物体的运动 如旋转的中指星 两颗黑洞的合并 那么如何观测引力波 引力波传递的时候 空间会被拉伸或压缩 但是我们无法用正常的尺值度量这种变化 因为测量的尺值也会受到引力波的影响 产生拉伸或压缩 但科学家还是找到了一把不受影响的尺值 这就是光 基于光束不变远力 当空间受到引力波的拉伸时 光往返两点之间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 反之则更短 LIGO探测器就是基于此建设的 它有两条长达4000米的垂直隧道组成 隧道内有高度真空的场管 用激光钢涉测量场管的距离 当引力波传过LIGO时 科学家能探测到光往返两条隧道的时间 呈现此消彼长的周期变化 并且 在美国境内 这样的探测器就有两座 2016年 LIGO第一次对外宣布观测到了引力波 LIGO这样庞大的设备 即使不进行探测 日常的维护费用也是惊人的 很难想象该项目在之前的22年中 没有任何发现 但是 它还依旧维持运作 这样的坚持 在一个急功近里张扬胡夸的社会 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科学需要耐得住寂寞 才能守得住繁华 顺带一提 三位获奖者中的基普索恩 还跨界参与了电影 星际穿越 成为了该电影的制片人之一 斜干老汉 当之无愧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我是兔楼君 如果你喜欢 就点个收藏或关注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